港星李思琪与前夫所生的独生女叶子清近日在加拿大举办婚礼 李思琪远赴多伦多见证女儿的喜事 李思琪向港媒透露虽然很抗拒坐长途鸡 但为见证女儿的大日子再辛苦都不能不去 49岁的叶子清是李思琪的独生女 父亲是香港首席法医官叶志鹏 父母离异后叶子清跟随爸爸在加拿大生活 据悉叶子清曾有过两段婚姻 2005年与首任丈夫吴海谋分开 两年后和电台高层恍安信再婚 2015年离婚 2018年叶子清被英国摄影师男友求婚 两人近日举办婚礼 叶子清虽曾二度离婚 但对于女儿能够再次得到好归宿 身为妈妈的李思琪当然开心 她在出发前曾接受传媒访问 表示已经准备了多套漂亮衣服 一对女婿赞不绝口 我的女儿和男朋友都相处了一段日子 是我见过女儿最开心的时候 可能人是不同时间就有不同际遇 她是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李思琪也觉得女儿与第三任老公各方面都很素配 提到李思琪 八十九十零零后或许会一连满圈的问一声 这是哪位啊 然而五十六十七零后们对她却并不会感到陌生 但凡看过温美玲黄日华版的射雕英雄传 看到她这张脸都会想起金庸笔下的包细热 在没有成为杨康妈之前 李思琪的少女时代 成名过程如同哪吒闹海一般 赢得各路神仙纷纷关注 五十后的李思琪出生于香港 十七岁那年参加香港小姐比赛时 只因不满十八岁与冠军一步之遥 彼时评委都觉得这个小姑娘输得有点冤 于是大家一致商量 颁给小姑娘一个特别奖香港公主 这是迄今为止 香港小姐选美比赛史无前例的创举 因艺人设奖 因艺人改变规则 五官分明 浓眉大眼的李思琪 可塑性极强 这样一个长相标志 一刚一柔的小美女 让一向善于招揽人才 培养摇权术的TVB 自然不肯错过 然而 TVB却下手晚了 被丽地电视台抢了先 1969年 李思琪在丽地出演的《处女作》 是在电影《四份球皇》中扮演的杜月娥 而彼时的肖芳芳 也就是后来芳是玉娘的扮演者 尚且在这部戏里打酱油呢 不甘心措施李思琪的TVB 连看着李思琪在竞争对手那里发光发热 自然是心仰难耐 1971年 TVB从丽地电视台 将李思琪挖到麾下效力 彼时的TVB 分头镇静 旗下演员人才济济 年轻貌美的李思琪进台后 很快获得了TVB力本 让她在各大影视剧中 担任重要角色 再后来 台里将她跟黄树仪 汪明泉两人评选为正台三报 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 李思琪当之无愧 因为她将自己的一生 几乎全部奋献给了TVB 李思琪出入TVB时 台里就给到她重头戏 让她在电影《雷雨》中扮演鲁斯粪 1974年 台里又塞给她一部大制作 由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啼笑因缘》中 李思琪再次大放一彩 一人分眼两角 分别扮演沈芬喜跟和丽娜 不过出演这部戏时 对手戏的男演员却经常喊卡扯 这让李思琪感到很不满 后来 她接受林彦妮采访时 依旧对这件往事耿耿于怀 她吐槽那位男演员 其实她当时只有两个字的台词 她只需要用叹息的语气 说出芬喜的名字 之后站起来浮在凳子上哭就可以 但是她没做到 她叫停了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 因为片场只有导演有喊停的权力 其实她人挺不错的 就是有点憨头憨脑的 1975年 当李思琪在《民间传奇之分城三峡》中扮演红夫女时 吴梦达还在这部戏里跑龙套呢 童星出身 评级出演武则天扬名立万的冯宝宝 也曾视她为偶像 冯宝宝这样评价李思琪 有一次 我跟她一起拍《神女无星》 竟然看到她进入道具间 亲手在鞋子上绣花边 我当时都惊呆了 因为从未看到哪个演员如此用心 别的演员在梳妆台前补妆时 她会望着镜子出神 后来我才知道 她是在琢磨下一场戏如何演 作为演员 李思琪给我的震撼非常大 在她身上 我深刻地体会到何为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如果说夜内哪位演员 对我的职业信仰影响最大 李思琪是当之无愧的 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能让冯宝宝学习的女演员 屈指可数 因为冯宝宝本身就是童星出身 她的从业经验并不比任何人少 由此可见 李思琪的演技非同一般 1978年 李思琪跟谢贤搭档 出演《萧十一郎》 评级这一波当红女星的带星节奏 谢贤红的一塌糊涂 当年 李思琪作为TVB台剧的当家大女主 跟她大戏的男演员 后来都成为了老戏骨 例如谢贤 郑少秋 苗强伟 黄日华 梁超伟 刘 嘉玲 万子良 陈玉莲 邵美琪 郑佳颖等人 这其中 老 中 亲三代演员 应有尽有 李思琪究竟有何特别 或许 金庸笔下的包西若 已经给出了答案 他外表看似柔弱 内心却坚韧刚强 并不输给任何虚媚男子 1983年 射雕英雄传之铁血 却担心狠空出世 包西若 这个让人又爱又恨又怜的悲情角色 让李思琪刻画的有刃有余 她的痴情 她的善良 她为了儿子杨康 不得不委屈求全的慈母之心 她对丈夫杨铁心的奋不顾身 性情而亡的那份感天动的 至今依旧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 再能干的女人 依旧难逃糟糕婚姻的摧残 跟很多五十后一样 李思琪结婚很早 在那样一个成家立业 需趁早的大环境影响下 李思琪也不能免俗 1971年 21岁的李思琪遵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嫁给了法医叶之盘 1974年 李思琪为叶家生下一女 取名叶子清 结婚生女之后 李思琪淡出饮食圈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TVB 彼时的她 打算过相夫教子的生活 然而 叶志鹏却不能单击养家重任 向她提出AA制的生活方式 李思琪只好重返TVB 继续拍戏 1978年 重返影视圈的李思琪 相继参演了场面电视剧 《大亨》 《强人》等经典剧集 再次掀起了一波 关键热潮 80年代 受大环境影响 香港流行移民热潮 李思琪不顾老公和女儿反对 第二次离开TVB 移民加拿大 也因此为母女间的感情疏离 埋下了安全隐患 四年后 因为加拿大那边的工作并不顺利 李思琪第三次重返TVB 幸亏老冬家对她的演技很认可 于是她又获得了不少拍戏的好资源 在此期间 平级出演射雕《英雄传》里的包西若一角 李思琪的事业逐渐回到巅分状态 TVB还将台里一些重要的主持工作交给她 由此可见 对她的重视 拍戏原本就是日夜颠倒的事 夫妻之间也因为一些琐事争吵不断 1989年 叶志鹏婚内出柜 被李思琪发现 两人貌合神离 长达18年的婚姻 再也经营不下去了 当15岁的女儿选择了跟爸爸一起生活时 李思琪不是不难过的 女儿叶子清认为跟爸爸在一起生活 会享受更多的自由跟快乐 李思琪别无她吧 只能尊重女儿的选择 说干年后回头再看 李思琪惊奇地发现 女儿当年的选择似乎也没有错 叶子清长得如同李思琪的翻版 母女二人站在一处 如同一对姐妹一般 如此貌美如花的女儿 影视圈怎么可能忽视新二代的票房影响力呢 也曾有人建议叶子清涉足娱乐圈拍戏 李思琪却表示 一切看女儿是否喜欢 不过我并不太喜欢她进娱乐圈讨生活 女儿叶子清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 她喜欢骑马 烹饪 圆艺 手工艺 并且在学习语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天赋 如今的叶子清 是多伦多第一电台主播 1992年 李思琪再婚 不过这一次还是没能带眼识人 嫁给了适度如命的何伟强 李思琪也曾多次规劝何伟强戒度 但是何伟强屡教不改 两人于三年后分居 于1999年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此后 李思琪再未踏入婚姻的围城 离开了围城的李思琪 并未过上太多舒坦日子 而是在不久后住进了医院的病房 2001年 李思琪被查出患了宫颈癌 在跟病魔展开了一番殊死搏斗之后 李思琪却又患上了枯骨症 接二连三的与病魔作斗争 也因此磨砺了李思琪坚韧不拔的性格 直到2005年 身体恢复健康的李思琪 终于回到公众视野 第四次重返TVB 继续拍戏 2007年的唐星分爆 57岁李思琪的演技 再次让人惊艳不已 她那浑然天成的表演 将灵巧的知书达理 不怒自威 只对人不对势的看似保守 实则有情有义 刻画得淋漓尽致 唐家当家女主的角色 让她演绎的性首年来 让人不禁拍案叫绝 2007年 评级这部作品 李思琪荣获了TVB万千星辉女主角大奖 正因如此 唐星分爆续集拍摄时 导演依旧恳请68岁的李思琪老将出马 继继继继继继续在剧中出演重要角色 有人说TVB的老戏骨 千人千戏 一人千面的剧抛脸大有缘在 李思琪就是如此 她是一位选仙级演员 她的戏录是随着年龄跟阅历不停增长的 母亲的优秀 也吸引着女儿向她看齐 并且主动提出离开父亲 选择跟妈妈生活在一起 只可惜女儿叶子清的婚姻 也跟母亲一样 也是一路坎坷 2015年 李思琪在内地买了豪宅养老房 跟女儿一起享受岁月静好的幸福小生活 如今眼看着女儿找到了好归宿 相信李思琪一定也很高兴 希望她们母女两个能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